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蒙古牛呢在大大小小的美国中餐店啊 它家家都有的 但是做法呢也是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至于这个蒙古牛什么样呢 就是这样的 好 至于怎么操作呢 下面我们一起去操作这一款 看似特别简单的菜 但是操作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菜品 蒙古牛所用到的煮副料呢 它的煮料呢主要是腌好的牛肉300克 看过我前期的视频呢 我在视频里也出过腌制牛肉的全部过程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欢迎我前面的视频看一下腌制牛肉这个是怎么腌的 这里人就不再去切也不再腌了 洋葱300克 老末椒60克 葱结20克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把洋葱炖破 切成洋葱丝 洋葱 切成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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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段 好 下面我们开始去操作 把锅洗干净 锅洗干净 放入牛肉 切成 饭 放入牛肉 炒锅 煮干净 混合汁 六分至140克 加入牛肉 炒锅 切成洋葱 调炒锅 炒锅 打鱼 贴定每一块都拔开 不要拔得太辣 倒出控油 放入浮量 翻炒 可以掌握火后 因为洋葱没有水 翻炒的时候火太大 它会炒焦的 洋葱炒出香味 放入牛肉 五克味精 三十克酱油 三十克蚝油 开火翻炒 炒至洋葱断生 淋一克香油 一锅 端盘 一款美味可口的蒙古牛 我们就做好了 还是老规矩 对这个蒙古牛的极点 肤浅的看法 一划牛肉的时候 一定要用漏勺将牛肉打散 要不然你不打散的时候 到时候有的还没有熟 二烹炒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好火后 因为洋葱没有什么水分的 如果你在锅里来肥的翻炒 那到时候都烧焦了 你都不知道 第三就是分辨出热气和烟汁的 是什么样的 有的人炒蒙古牛的时候 在锅里使劲的 哗哗哗来回到斑 其实上都烧焦了 它也是冒着烟汁 但是它是烧糊了的烟汁 热气和烟汁一定要分辨清楚 当我们炒的时候 有一点焦边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关小火 因为洋葱它本来就没有什么水分 如果你再开着大火 就使劲了嘎嘎嘎的炒 那到时候炒出来的这个蒙古牛 它就有浮味了 所以说这个菜呢 它是看似很简单 经常操作起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它是一个要掌握好火候的菜品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这个菜品的 极点肤浅的看法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请在下方点赞 或者关注加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